拜登在声明中写道 一年前的今天 我签署了两档芯片和科学法案 以重振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 加强我们的供应链 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并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拜登表示 自法案生效以来 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投资 已经高达1660亿美元 在俄亥俄 亚利桑那 德克萨斯和纽约等19个州 增设培训课程 帮助美国人获得半导体行业的工作机会 白宫当天也发布简报 详细罗列芯片和科学法案 实施一年来的重要成绩 包括为半导体项目融资 提供投资税收低免等 另外 美国商务部还发布拟规则 确保美国半导体技术和创新的安全 同时保持与韩国 日本 英国 印度和欧盟密切联系 此外 为巩固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 创新地位 商务部 国防部 能源部 和国家科学基金会 还将合作建立一个国家半导体 技术中心 专门研究和发展先进半导体制造技术 以对抗中共在这一领域的威胁 新唐人电筛记者林一综合报道